大眾請禮靜佛陀三問訓 禮請法師一問訓 請坐 請坐 各位法師 各位同學 大家早 早 沒有上課之前 我跟大家 就是 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 呂老師 呂聖強老師 跟我協調說 他明天 本來還有一堂課 今天有一堂課 明天有一堂 他是說 因為他是講 剛好是要介紹那個 老師的大聖三七 他說如果分兩三堂課 這樣子拆開 可能不夠你慣性 所以他就跟我說 跟我建議 把我明天下午那一堂 叫到今天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解脫了 就是一點鐘的也是我的 不過因為我們的內容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第三堂課可能是問答 然後就調到一點才問答 最後的時候才問答 因為那時候我們比較難集中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那 好 那我們大概 呃 教課的 那個問題 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因為今天 前面三堂課 它就是要總結 呃 我的這個主題 鼓勵做意 或者是學習 活動的思考 喔 思維模式 那這裡頭 有很多一些 南北傳的內容 也許我們不是非常熟悉 很多名像 但是因為 基於我 自己對這些 呃 教育的一些理解 我覺得 因為我都 兩邊都不是很通達 但是我覺得 如果兩邊 南北傳的一些特色啊 都可以把它綜合起來的話 我覺得 自己蠻受論的 那基於這樣子的一個 感想 那跟大家做一個 討論 那上 就是 前天 前天的話呢 我們是有提到 十二元起 對不對 那我回去查一下 就是 有關 竹物流轉 竹物流轉的地方 當然是立刻從愛開始的 愛取有 生的老師 那邊開始是 竹物流轉的地方 那這個 這種 大家查一下導師的 著作喔 就有了喔 所以這些 呃 不是我要解釋的重點 那今天 開始要 跟大家 就是 討論的 就是一堂課 我會有一個主題啦 剛好把 這個說重點 跟大家介紹完 那今天 一樣的是 晨曦 上一堂課的 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怎麼從 一般我們講的 講的十二字啊 我們 上一堂課有提到說 我們 就是 一般的了解 十二元起 或者 古韻啊 這 受想形式 那這種 暈出界 或者是 十二元起的字 每一隻 那我們 很少呢 會把它 拿來 就是 做一種 生命的觀察 那 純粹的 只是明相界 明相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生活上 有什麼 看到它的一個 流動 而不是靜止的觀察 那這一個是要 透過一些理解 那在阿比達墨裡面 這一些就有把它 解釋出來 所以 十二元起 上一堂課 我們提到就是 從 六路 六路 處 受 愛 我上一堂課 有一個太太講說 如果按照十二指的話 它是可以有 這樣子的 人影像 沒問題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生活上 還是在修行上呢 我們應該要 就是 平常要怎麼 訓練自己的觀察 那 在阿比達墨裡面 有教導我們 就是 有一些是 我們已經 具有 就是具生的 果報 果報體 比如說 我們六根 我們現在 大家都 大家都公平的 不管我們長得 好不好看 有沒有 近視 六根的 那個 傑出外境的 這個功能 都一樣 所以這些果報 就叫 果報體 所以 一般我們就把 這三個 這樣子分開 分成兩個 所以 如果是按照佛學名像來講的話 我也愛大家 就是我們怎麼讀佛學的名像 不要把這些名像呢 覺得都是用來背的 但是背起來的名像是對生命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名像 如果套到這些觀察來看的話 其實很容易記 所以我在學院 我讀書讀很多年 但是 我考試都很高分 因為有技巧嘛 技巧 那這些就是 比如說六路 觸送 這是我們的 果報體的話 就是一般我們所講的 苦地 苦地 那愛取有 那就是不管是先試 或者是後試的業 那就叫幾地 所以十二元起之 十二元起之 它最主要要講的 在阿含經 它就是有迴法 有迴法 就是雜染法 所以 大家不要聽到說 誒 世子人不是觀察 緣起而誤道 怎麼說緣起是雜染法呢 實際上 十二元起之的內容 如果按照 這種 內容來看的話 其實它就是 苦地 苦地 還有基地 真正要談到 出世間的 就是 道地 還有滅地 那如果按十二元起之的話 它是 這兩個內容 好 那如果是說 我們只是 光看這個名詞呢 其實 我先用南傳的一個分析 來跟大家結合 因為我覺得 南傳的九星輪 講 講這個過程 講得非常的 實際 可以補充我們北傳 一些不夠微細的地方 當然 維世學也是有九星輪 解剖道論也有九星輪 但是在阿比達摩裡面 南傳的阿比達摩比較白化 所以感覺比較好懂 對我來講 所以我先用這個 南傳阿比達摩講過後 我們才配合北傳的 那我們現有的果報題 六根 或者是傑出的功能 或者領受的功能 在阿比達摩來講 九星輪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要知道 九星輪它有分成 玉界 我們現在以玉界來看 以玉界的凡夫來看 那玉界的凡夫 他必然是會有 具備這一些六根 那如果以南傳阿比達摩來講的話 九星輪 第一個就是叫有分星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那有分星過後呢 是什麼呢 我們以五門來看的話 這是五門 五門什麼 五門轉向 那五門轉向過後呢 是什麼呢 我們叫五門轉向 簡單講這個轉向呢 其實就是做意來的啦 轉向做意 先擺過來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本來我耳根在聽的聲音 但是我現在要注意老師在寫東西 所以我把那個注意 又轉到眼睛 所以它轉向就是做意的意思 那做意因為有很多種 待會我會一起跟大家講 那五門那五根那它就會產生了五式 五式過後呢 那五式跟對成的話呢 它有結束的話 它就會有 禮獸 還有呢 隋渡 這就是九星輪的名稱喔 好 這就是九星輪的名稱 對於推渡過後呢 確定 確定 確定過後呢 術行 術行 術行呢 術彼索緣 好 如果回去有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是九星輪 一般我們要 關基金說法的話 這個就叫九星輪 那在阿比達摩來講呢 它這三個五式六 就是我們五根 我先以五門來講 五根 那它結束外境所產生的認識作用呢 這三個就是我們的異熟 就是我們的國報體 不管我們是生在非洲 生在美國 生在哪裡 在國報體大家都一樣 都公平的 好 就是我們結束境呢 它會有零獸 也會有貴度的作用 那貴度的作用過後呢 它就會產生一種確定 這個確定 其實就是 我們一般 所講的 就是一門轉向 就到一根作用了 到這邊 就是一門 它會告訴我們 你看前面五師所認識的 到這裡要做一個確定的工作 它確定過後呢 就叫素行 素行開始 這個就叫造業 造業 不管是造身口一業 這裡就開始 或者是善餓 會做 就是業 就叫造業 所以如果是說我們一般 比如說我們身體 生根 那產生就是有生 那個眼耳鼻石生 生氏的話呢 那我們會感受 比如說現在的氣候涼涼的 對不對 會這樣的感受 那我們也確定說 現在是很涼爽 那是一種果報 一直到這裡 都沒有追過的喔 這些自然生理的反應 是我們 正在遇見的眾生 都具備的 所以我們會感受到 涼涼的 很舒服的 這種很有夜暴可言 不是夜暴 那從這裡確定過後 比如說 突然很熱 或者是很什麼 那我吹到這些空調冷氣 那這一些感受 吹度 確定過後 如果我產生 我對於可意的感受 我貪索它 不可意的 我稱恨它 在這個決定心 產生的時候呢 接下去 我們起的貪、稱、吃、三毒 那這個就叫佛報師 就是造業 所以 南傳阿比達摩裡面 他說 這一群叫做無鷹 這一群啊 這一群的名字 是無鷹的 為什麼叫無鷹呢 這一些自然的反應 無鷹 簡單解釋就是 沒有貪生吃的鷹 它所作所為 是沒有貪生吃的鷹 所以這裡的感受 都沒有造業 它只是一種自然 過去不量心種的一種反應 那從這裡開始 塑形 確定溝的塑形開始 那這裡 還是有鷹 就是有 貪生吃的鷹 種下貪生吃的鷹 就從這裡開始塑形 它這個是南傳的阿比達摩的一個說法 那還沒有配配傳之前呢 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是 是不是會請你解釋那個推測 推測阿 對 就是還不太確定阿 因為我們領收過後 推測有點像是 就是 推測阿 就是你心裡的一個 推測到底這個是不是 什麼東西 什麼感受 都小 判別 判別有點像要判別 分別阿 有點像要分別 那確定的話才是 真正的做一個 意識宣討 沒有意識宣討 那再來才是掌塑形 到這裡可以嗎 可以阿 OK 那我先跟大家舉一個 就是 講完這個呢 還沒有講北傳之前 我先要 告訴大家一個事情阿 就是 你們要聽清楚的喔 大家 我要求大家 你把 你的 眼睛 閉起來 不可以偏直撲的喔 偏直撲不好的喔 把眼睛閉起來 好 眼睛閉起來 那你聽 我所講的話喔 你的 儒力的思維一下 我呢 決定 喔 師父呢 決定 明年 要來美國 住一個月 但是 我想 我想到處去 參學 所以 我希望呢 有 學員能夠 發心 借待 師父 如果你 思維過後 你覺得 你願意 發心 借待 師父的話 請你 舉手 不可以開眼睛喔 OK 請放下 好 張開眼睛 那我跟大家先講一個事實啦 就是 這個呢 不過是一個謊言而已 哈哈哈哈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好 大家其實 剛剛從大家的 從聽播播一直到 剛剛到最後結束的一個微笑呢 其實已經經過了 九七輪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 我請大家把眼睛全部閉起來 就好像我們的心 完全還在睡眠當中 我們的心從來沒有斷過 你看我們睡覺的時候 六根不起作用 但是我們的心還是在保存對不對 否則我們就死了 好 所以南傳阿比达夢裡面說 這個有分心 就好像睡覺一樣 那 你聽到 師父講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 撞擊到我們的耳根 所以你的耳根 就專注的聽 對不對 那就是耳根啊 所以你把你原本在 不是亂想的念頭 轉到耳根 專心的聽我在報告那個新聞 那聽完過後呢 我會產生耳視 產生耳視是什麼呢 就是聽那個內容對不對 聽我慢慢講那個內容 聽過後呢 大家就開始領受了 師父說要來美國住一個月 那你就要開始推度推度什麼呢 推度說 我家裡有沒有房間啊 我的家人同不同意啊 那要是不是可以供養師父啊 師父在美國留下很好的印象啊 那這種推度確定過後 那我請大家舉手 舉手的是什麼 聖夜 就是熟悉 那表達你什麼呢 你起的是善夜 想供養善好 對不對 想供養善事 那這個就是起善的夜 那但是之後呢 因為師父說這個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所以你就把這個 剛剛所想的所緣啊 捨去啦 筆所緣就是剛剛的所緣啊 所曾經經 心路經歷的所緣 叫筆所緣 那你在落入有分 就是又回到平靜的狀態 所以你看我們 一個事情其實在生活上 要經過這九星明其實是很快的 而且如果是我們有足夠的定性的話 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你看 我們如果是在 我們在開始心裡起作用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做決定的時候 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有學習佛法 我們在要藝門要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供養法師是一個善的夜種 那以後呢 會得到善的果報 那這樣子的 有智慧的心啊 遇見八大善經 有智慧的心起來 那我們所做的聲音 也表達我們內心的一個欲求 希望 那這樣子的夜呢 就是善的夜 所以大家宗詞 我剛剛講的這個故事 不是很正確 但是呢 我看看大家那麼多人舉手 我也很高興 今天回去是不早了 那這個是南傳的一個非常精度的 我們每一件事情都會經過這樣子 所以你看如果是說 我們這裡做確定的時候 我們想說 可能我的先生不太同意 那當然你也不一定是起惡的心所力 我們可能不是 就是在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不會造善業而已 不會造善業 當然你不會說起 如果你起不好的念頭的話 是不是不是要來探訪我家 有什麼東西啊 那你起這樣不善業的話 那就是也是造業 那就是造三路相應的業 所以九星輪它 這個九星輪 其實它是非常生活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在確定的時候呢 我們有沒有造個基地的因 這個是看我們的 所以這個地方 這邊有兩個轉向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門轉向 還有五門轉向 這個都屬於座椅來的 這個都屬於座椅 待會我會跟大家講講 好我們要講北傳之前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書本 書本的109 我有個圖表 你會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北傳是 怎麼說 109 這個圖表其實我大部分呢 都是照導師著作啊 《佛法概論》還有《維世學探員》 所畫出來的 那其中第一欄就是九星輪 那這個是導師按照解脫道論而畫的 那大家看第一欄就是九星輪 解脫道論的說法 它是在《維世學探員》有畫的一個圖表 那個圖表呢 它是有內中外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把那個圖表畫起來呢 我用這個反灰色的地方 有看到嗎 你如果這樣你把它拿起來看 你那個書你把它這樣拿起來看 其實它有分就是存在內心裡面的 意義呢就是開始起來了 五門轉將 然後見 它會浮在外面 就是我們根門的感受啊 根門的感受 見、受、分別 那這樣子就是它有一個內外的一個層次 那我是用這樣子的灰的格子來代表而已 好 好,再來是阿涵經 所以你看阿涵經這裡 老師有用到就是作業 觸、受、想、行 或者觸、受、想、吃 這個其實就是九星輪的 有幾個冥想 有看到嗎 有啦 有啦齁 然後瑜伽式帝論也有五星輪 那再來 成為式論、解創道論、思阿比特摩議論等等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般我們所講的 南北傳的最主要的一個行路歷程 那北傳一般我們講阿涵經 阿涵經的奏講形式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套到這裡來 就是這個就是受啊 阿涵經講的 那這個就是想啊 行就是造業 住行就是造業 所以一般我們講受、想、行 它也是可以配合九星輪的 受、想、行 所以這個想 我們不要只是想到說這個想 只有那個意想、想念 不是,它這個想還有構化影像 還有呢,把過去無始的這些心種 那浮現出來跟外境結合 它做一個確定 那這個都是還是想的作用 所以行的話 Sankara 才是真正的造業 到這裡大家理解嗎 確定是在想還是想 沒有,確定是南傳的用詞啊 其實它當然也包含這個確定的功能的想 那就是在想 對對對 我們這裡講的那個 作意 跟我們說本的 如理作意不同吧 這裡的作意跟我們如理作意有沒有一樣呢 對 接下去就是要講啊 很好的問題 在南傳行進道論呢 有跟我們解釋就是 作意 作意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個是心鎖 第二 第三 這兩個是心 心鎖 作意心鎖 就是騙心鎖 騙心鎖 好,這個大家也能理解 第二的話呢 談到作意心 很奇怪,南傳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分 這個作意有分心鎖 有分成心 那同樣都叫作意喔 同樣都叫作意的 那它這一個呢 就叫五門心鎖 五門轉向 我說轉向就是作意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第一開頭的地方 五門轉向這個就是作意 但它這裡不稱為心鎖 它稱為心 五門轉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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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種作意呢 就是一門轉向心 一門轉向心 其實在如果按照報告上 這個解釋它還有加什麼呢 五門裡面的確定心 這兩個就是第三種作意 所以作意在情境道論分成有三種 第一個是心鎖 作意心鎖 然後第二是五門轉向心 那再來第三是一門轉向心 還有五門轉向心的確定心 看起來會模糊齁 如果是我們講五門 聯合彼此生意的時候呢 這個第一個轉向 它只是把我們原來在睡覺的心把它拉起來 轉到我們的根門對不對 那這一個是第二種 經濟道論講的第二種作意 第二種 那第三種作意心 到底是指哪一個呢 是指 這個 確定 因為在五門裡面 言而彼此生 它沒有一門對不對 它沒有一根嘛 但是它要做這樣子的確定 其實它在五門叫確定 它在一門就叫一門轉向心 它是一體兩個名字 一個體有兩個名字 所以在五門的時候這個確定心 也就是一門轉向心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 就是第三種作意心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到這裡為止 可以嗎 是 那個是意思 確定就是在一門轉向心的時候 那在那個地方 在確定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轉變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人有沒有造業 就是在那個作指的第三個心的時候 對 朋友 塑形的時候 那個意念 有沒有造業 喔 你說這個啊 對 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 為什麼呢 這個確定心 或者是一門轉向心 還不算造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業 是純粹是一根的 它不用經過言而彼此生 對不對 你看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我一直可以討厭前面那個人 坐在我前面這個人整天放屁 你可以一直起那個意念一直造業 你知道嗎 就是你不用經過言而彼此生意 你雖然眼睛看著師父耳朵聽著吧 但是你意念不斷在造 那不斷在造的話 就是只有叫意門轉移 純粹一根的話 它可以從這裡 start 然後跑這邊 它不用經過五門啊 我們的一根啊 它不用浮現出來的 它只有從這裡開始 start 它的造業 這樣了解嗎 五門才要從這裡開始啦 那如果一門的話 它直接有分 有分 過來就一門轉向啦 這樣理解嗎 純粹一根的 它不用表達在整天而彼此生 這樣了解嗎 可是如果沒有經過鼻子怎麼 沒有經過五門的鼻子怎麼 可以聞到放透屁呢 剛剛是幾滴啦 比如說很簡單 比如說一般論點 都起那個睡覺 睡覺 我們眼耳必是聲 沒有起作用 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夢 做到後再跟人家打架 其實我們的身口一路沒有在動啊 一有啦 就是意門啊 那意門的話就只有一個作用 就是睡覺啊 那種 你們是不是親手在作業裡面的功能 親手啊 你說第一個 對 它第一個在 在那個阿比當 就是在 親戚道論 它並沒有特殊的去解釋它 在哪裡的 因為它說是 凡是有心升級 它就伴隨 叫片心所 片心所的意思就是 不管你起什麼心 它都跟你同伴而行 它叫片心所 比如說很簡單 我上一講 都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會產生認知作用 根 跟 成 跟成 產生事 對不對 產生事 那要產生事之前 其實它前面 它中間還有一個作業功能 所以這個前面的作業功能 要產生之前才產生 才有這個認知作用 之前這樣子講 很多人有問題 不太理解 其實如果我們看這裡的話 就比較好理解 就是我們會產生 對跟 對事啊 會產生 有這個認知作用呢 或者是後面的確定 我們會產生事啊 前面要有 能轉向 要有這個作意 然後才能 對事把心轉到 你的根門 然後才產生那個根門的人事作用 所以 你說 作意心所到底在哪裡呢 我想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啦 如果按照正常來講的話 是這樣 但是發話禪師的解釋 就 它是有一個 有一個定義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這書本有 書本的話是73 七十三頁 發話禪師的 他詮釋這三種作意 在底下那一段 底下第二段 第三段 他說第一種 援曲對象的作意 就叫作意心所 它的作用是指 是能夠使對象 在禪修者的心中 清除顯現 就是 它 包含是比較 用 把這個作意心所 放在那個 禪修當中 就是你的所緣 你要專注它的話 你要起一個作意的心 導向那個心啊 用作意來導向我的心 投入這個所緣 那這個叫作意心所 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 幾次啦 不過如果按照 請您道論的話 這比較沒有這樣子的 一個用語啦 那大家如果要看更加 白話的一個譬喻的話 你看七十二頁 七十二頁 七十二頁有一個表格 對不對 對 你看那個 你看我們看第一欄就知道了 看你從後面看起 作意 作意是 這個心所 它是 坐在後面的 選手 有兩項任務 就是滑船啊 坐在最後面的選手 有兩項任務 就是控制 那個小船的方向 還有向前滑 向前滑 那尋呢 周一尋尋嘛 尋的話 是中間的選手 那不需要控制小舟 只需要把它向前滑 尋的話就是行嘛 尋的話就是照夜 他就是說 坐在最前面的選手啊 不單止要滑船 而且還要負責呢 到終點的時候摘花 他是最忙碌的人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辟業很生活化呢 所以我們要會造這個業啊 我們會表達於聖口業 要去摘那個花 就是我們要去 行動的時候 要去造業的時候 其實中間它是經過 尋 還有最前面的絲 最前面的作意 中間的徐然後才叫絲 絲 絲心鎖就是造業嘛 這個大家理解吧 好 到這裡還有沒有議問 謝謝 一個就是 剛剛你講這個例子 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什麼 我們這個心路歷程 其實是超越 那是很快很快 所以你在講那個過程 其實我們那個是跑了很多很多次 而且有時候就是耳根 耳根 就是這樣 然後在這個中間 在聽的時候 有時候也一門的心路歷程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整段時間 其實我們是這個 兩個人的心路歷程 跑到很多次 嗯 當然我們如果是要 像同學這樣 因為南傳阿比达夢有這樣的講 就是你的門也可以 它就可以跑完了 然後五根啊 個別的門啊 它都可以跑完 那 我們這裡要舉例來講就是 我是感覺喔 因為 南傳他有講的 這個塑形 如果你是非常強烈的這個塑形的話 它是有七個 七個插那 大大大七個 造業喔 有七個 那如果你不是很強的話 就有時是沒有塑形 或者是幾個而已 但是這一種 我是 我第一堂課 你看我那時候為什麼要跟大家講 就是 嗯 南傳阿比达夢跟北傳阿比达夢 都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就是它 它把它定義得非常的清楚 但實際上 是不是都如此喔 嗯 我們在理論上可以這樣理解啦 但在實際上我們 是不是要先認識它 有七個插那 造業有心啊 有七個插那 這樣子 去做官的時候 才能確定它就是七個插那 有時 可能是 可能是見人不同的喔 可能有 在 在眾生的根性上 是有些是不同的 喔 因為我就 第一堂課 我就有跟大家舉例說 在像 嗯 可能 周立潘陀奇啊 那個心那麼粗的喔 它怎麼能夠看得到 造業有七個插那 所以我是 我是覺得說 像中觀這樣子的觀法喔 它一觀就觀 無我無我所 它不去觀這一種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結合的話 有一個好處 那細的話 不要細到像那種 要背很多數據 但是呢 它有一個實際的作用 就是 當我們的心 要做確定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學佛 有如理示威的話 我們在一門轉向 要做決定的時候啊 我這個身口 要決定要做的時候 我們修學佛法的人 不妨內心喔 讓他 擠進一下 讓他寧靜下來 冷靜下來 那才做這樣子的 表達於身口的一個 那個 造業的一個 判斷 如此的話 我們所造的業 才會比較穩的 佛法要求的善業 那否則的話 我們 就是 反覆都是很衝動啦 那如果是沒有足夠的 如理作為的話 其實 我們在 在這些地方啊 做確定 都是順應 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他在說 做義他 在導師的解釋說 做義心所 他除了 就是 能夠導向心 他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他能夠讓 過去無量心種 能夠一起過去你訓息的 無量心種 所以這個做義啊 當我們要做確定的時候 我們會把以前聽聞過的佛法 他會在這裡再出現一次 再出現一次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 我要 借貸師父 我要供養師父 這個行為 是不是 有益的 所以在阿彼達摩裡面 他正知啊 我到後面還會再講 正知 他有 包括禪師說 有四種正知 第一種 第一種 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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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正知為什麼說是有益的正知 就是我們學佛法說 這個正知 它可以出現在一個確定性的地方 就是當我要做決定的時候啊 我覺得這個行為 這個行動 我要不要做 那如果是說 我們與學佛法有分子的人 他會思考 我這個動作對我有益嗎 這個有益不是說啊 是不是啊 能夠賺多一點錢啊 討好師父啦 這個不是 這個有益不是 有益是 我做這個因果 對我未來 會不會讓我往生散去 或者呢 會不會帶給我好的上報 這個就是有益 再來呢 就是事宜 合適的 就是我這樣子做呢 是不是 諸聖者 都不會 覺得 不好的 我這樣子的行為 是不是 合佛法所講的 那第三 行處 行處正知 那行處正知 就比較跟這裡比較 遠了 這個是修子 那最後第四 我這個到家兩行 都還會再講 就是不實 所以正知它分成四種 這是官 這是指官 所以我們如果是有正知的人 他應該在做確定的時候 我們要檢查 如理思維檢查什麼 檢查自己 我們這樣子的確定 能不能帶給自己 善的或爆心 就是善的或者朝向解剖的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在這裡要停止它 不要造這個書 在這裡要停止它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理作業 它在這裡產生效用 所以我們要談如理作業呢 其實是非常注重這一塊的 非常注重這一塊的 因為這裡的作業比較 比較沒關係 就是自然的反應來的 它真正不會讓我們造業的 就是一個塑形之前的確定性 或者一門轉向性 這個才是我們要談如理作業的作業 這樣OK嗎 可以啦 所以我們在看十二元寫詞的時候 我想大家如果你有看過佛史比丘 開過佛史比丘 或者是阿燦查的書 他們都有一個講法 就是十二元寫詞 其實在我們一個動作 一個念頭 它跑一趟 它跑一趟 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不按九星輪這樣講的話 怎麼跑一趟 它沒有講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如果懂得這個九星輪的理念 其實十二元寫詞它跑一趟 它是很正常的事情來的 所以在佛史著作裡面 它說在有部詮釋緣起 非常的精彩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只是講這一種插那緣起 就是插那 一插那 一個星有十二字跑一次 世尊呢 世尊呢 除了講這一種 心路的插那緣起 它還講什麼呢 三四緣起 我們今生所有的福的上跟因緣 那是不是過去呈現來的 那知道自己有這樣子的反省 這樣子的業力的一個牽引 有時我們可以帶給自己很多的反省 跟自覺 你看如果我們只是插那的話 有時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有些人在專注修行的時候 他會變成非常的冷漠 無情 所以我們在 你有三四因果觀的話 三四元起觀的話 我們會知道說 今生自己那麼有福報修行 那麼有福報聽聞佛法 但是過去世我寄過什麼善緣 那今生我現在有這樣的福報 那不代表下輩子就有啊 如果今生不解脫的話 所以我今生 如果不再繼續這樣子的 懷著感恩的心 來學習佛法 來提升自己 跟別人結善緣啊 下輩子當自己墮落的時候 誰來救把我們啊 所以這種三四元起 把它一拉長來看的話 你看世尊他除了 那個身著的智慧 他還有廣大的慈悲 所以叫悲至圓滿 那在這一種悲至圓滿當中 世尊他有開始什麼 報恩對不對 所以你看世尊覺悟過後 他是會去 去度化他的父母的 他是會回去度化自己的父母 那父親往生的時候 世尊還是把他 去跟他 好像處理那個喪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在緣起法當中 他可以作為一個心路 舉物的觀察 但是他用在我們生活上 他可以有很粗的緣起觀 比如說 像我們昨天 張老不是在吃飯的時候 不是有講說 欸我們現在有這樣子的福報 享用 我們是幕後呢 有很多菩薩在發行 這一種比較大的緣起觀 能夠讓我們產生什麼 對於這一種人際關係啊 培養福德啊 那這一種的提醒 感恩的心啊 這個提醒非常的好 那當我們在這種緣起觀 用在粗的可以大 那它小的可以小到 每一個剎那的心 我們就可以察覺到 所以我們如果是說 我們的心看不到說 欸自己為什麼一次飽飯 就很想睡覺 你們有沒有覺察 這個果 是什麼來的 吃太飽啊 吃太飽啊 啊就是 你有這個果 那是因為你有這樣的因 這中間 這是緣起啦 緣起的因果就是持有 你持有就是吃得太飽 顧比有 分成 掉舉 啊這個 啊這個 這一種緣起 雖然它很初略 但是平常生活裡面 如果我們能夠絕躁 其實在 行詞當中啊 我們不會覺得說 佛法也離開過自己 啊 好 所以它 是為了一個展現 我覺得我們修行人 我覺得我們修行人 我自己常常在 以前在打妄想 我們修行 要看到自己有沒有成效 其實很容易的 就是我們看看身邊的人 有沒有把我們當成是 世尊 你看我們說學佛 學佛對不對 如果人家看到我們 還沒有看到喔 遠點喔 看到那個影子喔 就趕快躲起來 然後也是看到佛陀出現對不對 我們看到佛陀出現 應該是趕快去 啊 大家足下頂禮啦 這樣才是看到佛陀在人間 如果我們修行人 修得讓人家覺得 我們都不敢 不敢恭維的話 那我們就要反省 所以你看 世尊他 要我們學佛 如果我們學習到 能夠讓我們看到 就是佛生生 就是世尊敗現 像台灣有一個作者 不是法導師的自傳 寫成一本書 叫做什麼 探見佛陀在無間 當初我在看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說 怎麼可以把導師拿佛陀來比你啊 這太誇張了一點啦 看到導師就是看到佛陀 我覺得應該每一個修行人 都是這樣才對 每一個修行人都要這樣 啊 不是看到呢 是一個 看到的是一個反覆 貪生是很重的人 所以我們如果修行 讓人家覺得說 欸 這個是一個菩薩 這個是一尊佛 那這樣子的學佛啊 才有改變性 所以修他 我們要斷殘聖師 要修戒定慰 就是要轉這個 很強大的這種一首頁 我們強大的一首頁啊 過去的這種 六根門啊 所產生的習氣 沒有有利的戒定慰去用我們 去糾正跟清洗的話 他是不太可能能夠轉返成聖的 所以我們 有這樣子的一個心路的觀察 那平常我們就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緣起觀 這有緣起觀的人啊 那個很多修行人都說 世尊也在安安靜也說 有道心 我們不是說修學佛法要有道心對不對 道心是什麼 我們說向道的心啊 向道的心沒問題啊 但是向道的心 他基礎還有一個心 是一切善法的大地 就是他的基礎 就是慚愧心 在阿罕經是這樣講 他說你有慚愧心的話 任何的東西 就可以在這個大地裡面生長 我們自己就是懈怠放育 沒有正念 自己比較非常的慚愧 那這樣子才會精進啊 所以你說精進是要人家強迫我們 要功課安排我們才會精進 那個不叫精進的 那個是很勉強的 如果我們過了這個佛法度假營啊 回家就睡睡到十點就沒有人理你啊 那個是不叫精進 真正佛法要在內心裡面產生力量 就是有慚愧心 有慚愧心任何的善法就會生起 慚愧自己為什麼那麼懈怠 慚愧自己為什麼不能夠像那些長者如此的精進 那這樣子慚愧的話我們就會謙虛 慚愧的話呢才會有這種慈悲感恩的心 如果沒有慚愧其實這一種佛慢啊到阿蘇安才能斷耶 所以這個慚愧心是不容易的 所以不管是聲聞的也好大聖法也好 這種慚愧心它能夠產生強的話 所以你看北傳我覺得有一種好的精華的話 我們北傳的大聖羅法應該要去發芽 比如說我們的慚愧法門 慚愧法門不是我們有罪了才慚愧的耶 有罪才慚愧它太晚了 你知道嗎 太晚了太遲了 所以我們如果怎麼讓這個慚愧心生起呢 那怎麼讓善心生起呢 如果這些法門這些念佛這些誦經這些打坐 我在這當中起了善心 善心是什麼 慚愧心、歡喜心、柔軟心這些是善心 如果在這當中都不能起這種善心喔 一點功德都沒有了 不要說能夠讓我們牽引解脫 一點善的果報心都生不起來 那個是很可恥的 所以我們在拜託當中 在打坐當中有著腳痛啊 大家都知道喔 腳痛痛都很嚴重嘛 打坐那麼久 我們終止不能夠修止觀修得很好 但是自己要起強烈的慚愧心 為什麼不能像世尊這樣一盤 金剛坐下就覺悟了 缺根鬼啊 那麼大盤那麼久看沒有嗎 你看我們要充起慚愧心 至少你看喔 至少我們修不能夠像世尊如此的大絕大物 至少我起善心 起慚愧心 所以你在做這種動作當中 才會跟善法相應 善法相應了慢慢有基礎 才可以生長出世間法 連善法都不能相應的話 那個一點領悟力都沒有啊 一點自己的領悟力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學習佛法 我們可能在這種 行路的觀察裡面 慢慢的認識自己 好 認識自己 好 那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是 您剛才講了說有這個 初向的這個緣起 或是一能流轉 它這個細向的 可不可以理解成這個 初向的這個緣起觀 或細向緣起觀 它們也都不為因果 我們之所以有這個初向呢 在這方面的這個緣起觀念 它實際上原本是 剎那剎那的緣起 到所有的剎那都集中起來以後 就現出一個初向的緣起 當然當然 如果是像你所講的 確實也是佛所講的就是 你初的緣起 當然也是有很多細的所結成的啦 但是我們在生活裡面 沒有在定中 細的是看不太到的 如果我們整天在想說 我在喝茶 經過了九星輪 你這樣就變成怪人了啦 哈哈哈哈 所以我一度一度確定在喝茶 這樣就變成 變成雞雞人了啦 所以那個不是我們 要的這一種自然的智慧 自然的智慧在初 我們就保持正義政治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些修行人 他刻意到讓人覺得他很奇怪 那個修行就是沒有領略到那個 那個竅門 這個是有一點 有一點就是要再加強啊 所以我們在一般凡夫當中 因為心很粗 我們凡夫啊 普遍上心都很粗 所以你看我們的修行法人 他都會放慢那個節奏 有沒有 放慢那個步驟啊 所以你行禪要慢慢的走 坐禪啊 動作要慢慢 出來的時候呢 也要慢慢 那通常人家說如果我們 除非我們是非常 注定自在 觸定自在 然後入定也自在的 這個大夫上 他有可能說 我叮 我立刻就站起來 你如果是那麼自在的人 才可以 如果是說我們不可以的話 通常我們在禪修 就不是有教導我們那些禪食啊 有教導我們說 我們要從慢慢粗的 讓這個心 感受到 就是開始粗 讓它粗糙起來 才開始按摩手啊 什麼等等的 那如果是說我們 靜的時候很靜 那粗的時候呢 非常的粗糙的話 那有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你粗精自在 一個的話就是你在做裡面 你的心本來就跟 粗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粗糙嘛 在那邊啊呀 在那邊啊 在那邊啊 掙扎啊 做得很辛苦啊 所以你本來就跟沒有 做那麼粗糙 所以你要出來也很快啊 兩種情況啦 所以我們自己 是已經能自己知道了 所以我們平常生活裡面 為什麼訓練我們要從 快到慢就是 要在這種 半當中啊 慢慢去培養自己的耐力 其實修行 除了慚愧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耐力 耐力 所以大家聽 忍辱波羅蜜是很好 真的 這個忍辱啊 真的 這個忍喔 真的是這個耐力 非常好 那我們遇到什麼不好的 自己如果能夠堪忍 這個都是 修行就從那裡開始啊 很多粗糙的行為是 沒有辦法每一點 至尊都每一項都寫出來 沒有每一項都寫出來 但是一些原則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堂課就跟大家講 原則的東西 原則你把握得好 其實你善用在生活上其實 如果人家問我們說 佛法怎麼跟生活結合 處處都可以結合 這種阿比达默很深的 你也可以把它結合 很淺的你講慈悲 其實也可以結合 這個就是你要領略到那個窍門 那這當中還可以看得到它的緣起 這個是要看個人的智慧 你看我們不是前一堂課有講 如果我們在這當中都不斷的覺得 欸我的耳根在聽聲音 我在推復領受確定 如果我們那個我啊 還是很明顯的話 沒有管到無我 你是管到心路而已 沒有看到無我的 所以我們在了解這一種過程裡面 它是一個方便而已 那這一種方便 它是必然的 你一有這個果報體 就必然會有這樣的形容認識 那這一些如果是在這當中 我們看得到這一種確定 或者造作 這一種塑形的造作 它其實是有因有緣而成 對不對 那你給它無因無緣 它就不會造月了 所以說此無就不平無然 所以這當中其實 裡面都參加很多緣起的智慧 它只是看我們要怎麼領略而已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如果要提到說 我們談奴禮作義這個重點啊 所謂世尊講的奴禮作義法須 這個奴禮作義 如果按照阿比達摩來講的話 應該是這一塊 五門的確定性 或者一門的轉向性 這個是我們升起奴禮作義的關鍵處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兩堂個還會 就是鎖定在這一塊裡面去加強的 因為每個修行人都很希望自己能夠提升 那在什麼地方能夠提升 有時候就是這些重點是應該我們要知道的 好 那如果是沒有的話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先下個點 等一下就早點上去 大眾請禮敬佛陀三問訓 謝謝法師一問訓 請就位流口 請讚